老建工给插座阶线反复强调左灵右火 那为什么要插座左灵右火 如果作为一个电工连左灵右火都不知道 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现在我们一起来交流学试 为什么插座一定要左灵右火 那当我们给插座这样插插头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有些插座比较好插 我们轻轻松松这样插就进去了 但是有些插座我们插进去 所以拔的时候就特别的费力 非常紧 我们拔的时候 如果手上的日子稍微小一点就会拔不出来 尤其是老人妇女拔这个插座比较难拔 当拔插头难拔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是大拇指头和食指呢 抓住这个插头这样来拔 拔的时候 大家看 当这个插头被拔出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拇指头呢 刚好是紧在这个插座面板上的 而拔到一半的时候呢 大拇指就会弯曲 甚至有的人把这个大拇指头呢 撑到这个插座与插刷的这个空间里面 这样来紧一下 大家看 这样去紧的时候呢 大拇指头呢 就会触摸到这个插头上 这样的时候啊 会很容易发生触践 当火线和制线呢 正常的情况下会形成220度的减压 那我们日带触摸上火线就会被触电 所以咱我们为了拔插头 插插头减小触电的风险 那我们接线的时候啊 就会给插座左邻右火的来接线 为了安全呢 我们电工行业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词 接插座至今要左邻右火上接制 所以我们老建工反复强调电火的时候呢 接插座至今要左邻右火 左边接邻线 右边接火线 而我们插座不会接的朋友们呢 更不用担心了 插座上呢 都有很多标识 特别简单 L代表的是火线 N代表的是零线 那有两刀杠代表的是地线 我们把标识里面对应的零火线 地线接上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还不识字 文盲 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日带红线 黑线 黑线 绿线 黄线接的是火线 蓝线接的是零线 黄绿双间的线呢 接的是地线 这样我们就很好判断了 蓝线接的是零线 红 红 黄 蓝 黑颜色的线 接的是火线 这就是我们插座接线 日经要保持左邻右火 所以说这里面呢 有很大的讲究 我们千万不能违背这个规则 如果我们乱接线 就有可能会被触电 这个小常识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